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长月静明》,超级好看,罗芸汐是叔叔一直很喜欢的,一位男演员,在《香蜜沉沉浸如霜》里面的,小鱼仙观开始就俘获了叔叔的心,这部剧在还没开播,叔叔就一直在等了,好想唱一句,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故事一开始,一个大魔头闪现,我低神脸,这个特效真的堪比大电影的质感啊,但是这是我们罗芸汐大大吗? 怎低感觉有点像八十年代,《倩女幽魂》里面的天山老妖,这个造型,这个妖里妖气低帅哥,的确是我们的罗芸汐大大,说明我们偶像的演技是很好的,我觉得罗芸汐可以演一下那种,一手遮天的东场大人,很有这种感觉有没有,就像他,妖儿不娘吗?好了,此处省略一万字,在魔神一对一大群人的单方吊打下,修到的人全部死绝,故事终于结束了,世间,只剩魔神一个人幸福地快乐活下去, 你以为是这样?嘿嘿嘿,那我们还看啥,言归正传,在女主黎苏苏的父亲和叔叔帮助下,成功用破光阵法送苏苏回到,五百年前,大魔头还是人的时候,好了故事开始了,故事主要分为三世,来诉说故事的前因后果,魔头为何成魔,苏苏的真实身份,他们之前到底有什么样的纠葛? 一世,是魔神和黎苏苏的故事,衡阳宗掌门之女黎苏苏苏为,拯救四周三界,阻止魔神成魔,穿越五百年前,寻找未成魔的男主,将其斜骨去除,并将其杀死,让世间再无此人,这是主线故事,也是整个故事的起因 第二世,命定之人黎苏苏,打开了过去镜,穿越回到了五百年前,化身叶家嫡女儿叶熙悟,开启第二世,这一世叔叔不喜欢,男主是景国不受宠的皇子,因为母亲生其难产而死,皇帝认为是男主害死自己,心爱之人,丢在冷宫,令其自生自灭 还好身边还有两个母亲生前的,贴身侍女照顾,从小被欺凌,经常穿不暖,吃不饱,战败后被送来圣国当质子,来到圣国也没有一天安生的日子 圣国的皇子们也经常刁难灵霸,幼小的她,就是从头到尾,男主都被欺负得很惨,之后,被设计后入坠大将军府,成为大将军嫡女二小姐叶熙悟的丈夫 在女主还没穿越过来时候,叶熙悟也是把男主欺负得很惨,因为爱慕的男子另有其人,经常羞辱男主,令家中奴仆各种刁难 男主各种挨饿,鞭打,雪天门外下跪,看得叔叔心黑鸭 第三世,是明夜和桑九的故事,如果说第二世就是副本,那么第三世就是副本的副本 在第二世,叶熙悟和弹台进蛟龙大妖梦中,回到了万年前,开启第三世,第三世的明夜战神 真的好帅啊,我印象里面罗云熙真的,很适合这种装扮,小鱼仙官是斯文,温柔的 明夜是冷冽,难以靠近的,明夜要颜值有颜值,要武力值有武力值,要情怀有情怀 要报复有报复,以拯救天下苍生己任,甚至为了四周三界,不惜牺牲自己,对待感情,也很认真 她对桑九,可以说是日久生情,但在不知道桑九心思的情况下,虽然结婚了 她也并没有贸然和桑九进行洞房花烛,或许她希望养人在彼此,钟情后,再真正地走到一起吧 只是没想到,变故来得如此之快,魔王亲自带魔君卷土重来 明夜作为战神,出战是她的责任,亦是她的使命 虽然明知此战九死一生,生还的机会渺茫 为了让桑九走得毫无负担,她给了桑九和黎叔 在桑九前来追问是否喜欢过她,哪怕一个瞬间时,明夜也不敢给出回应 只想让桑九没有感情上的负累,走得无牵亦无挂 这个副本也是叔叔最喜欢的仪式了 大家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们见到蛟龙的时候,蛟龙在沉睡 但是蛟龙的找理事抓着一个棒壳,是很隐晦的占有欲,不舍得放手 而且,在这一世,有很多明夜和桑九甜蜜的相处过程,明夜叫桑九修炼射简 养得和修时,桑九不小心亲吻明夜,明夜宠溺地拥抱 桑九害羞送奈果给明夜,明夜独自看着桑九送的果实发酵 那种害羞而暧昧的感情,很含蓄地表露出两人相互爱慕的变化 给叔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明夜知道自己和魔神大战 可能无法生还时把桑九赶走,桑九在走前,还把喝醉的明夜给强行睡了 哈哈,当然我们战神只能是,半推半就的从了呗 当时,看得叔叔真的是热血沸腾啊,脑海中把各种羞羞的画面给补齐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战神起来时候,为啥是摸着肚子 这个叔叔有点不能理解,还有最后十二神陨落 明夜跌入弱水河,桑九奋不顾身地就起,已经化成小蛟龙的明夜 还把他带回自己修行的小竹林,开启了一小段平静甜蜜的生活 一开始明夜战神失明,并不知道是桑九照顾他 桑九因为之前墙上我们战神的事,不敢表露真实身份 但是有一天,我们桑九小姑娘,帮明夜梳头的时候 镜子不小心反光照到明夜时候,明夜就看见了 原来一直是他心爱的妻子在照顾他,还继续装下 真是有心机的小蛟龙啊 可是好景不长,在天欢切而不舍地找寻下,这种平静的生活结束了 桑九和明夜之间的误会和隔阂,也从这里越来越大 明夜一直没能看清天欢的真面目,才导致悲剧的发生 害惨了桑九和桑九一族 天欢是前战神天昊之女,和明夜同住在玉清宫 二人朝夕相处,天欢爱慕明夜,玉清宫的宫女们都知道 天欢的占有预报表,极度新爆棚 她在时,宫女们都不敢在明夜眼前晃荡,以免引起天欢不必要的责法 明夜应该是知道天欢对她的情感的 明夜对天欢的感情从未给过任何回应,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在明夜看来,她这样的态度既给足了天欢情念,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可是在天欢看来,不回应也是一种回应,只要明夜身边不出现其他女子 那明夜早晚是她的囊中之物,成婚之后 明夜也没有把话和天欢说清楚,真的是大直男,大猪蹄子 天欢知道明夜成婚后,就因为极度多次诱骗桑九,阻止两人和羞,让桑九妖化更严重 又哄骗明夜说桑九已经有和羞之人,让明夜以为桑九有心仪之人 间接让两人心碎合理 魔神大战后,明夜获胜,悬得洗髓印想帮桑九重塑神髓 又呈明夜闭关炼制神器 待天兵将桑九族人屠戮殆尽,导致桑九大悲进入魔道 明夜知道之后,也并没有把天欢处死,各种其中的原因 导致女主和男主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距离也越来越远 叔叔感觉这一世就会搞清楚 为什么明夜一个有神髓的战神,会入魔的最主要原因 好了,这期,叔叔就说到这里